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 关心的是大科的牛番茄 半年前便宜到没人要 如今价格翻倍涨 根据北农批发交易系统显示 7号蔬菜价格牛番茄中价每公斤70块钱 对比4月份中价仅11元 落差很大 原来牛番茄价格翻涨 是因为7 8月份天气太热 导致牛番茄收成欠佳 而现在有自助餐业者无奈地说 成本考量之下 恐怕要停卖番茄炒蛋 来到自助餐店 这盘番茄炒蛋可是许多人必夹菜色之一 但店家最近恐怕考虑会停卖 因为牛番茄涨价涨太多 现在有的店家只好选用小颗一点的番茄来因应 根据北农批发交易系统显示 7号蔬菜价格 牛番茄中价每公斤70元 对比4月份中价仅11元 落差很大 日前就有菜市场摊商前往航口批货 大颗牛番茄一公斤竟要120元 我们这种就是中等的 还有120的 其实牛番茄短缺 价格翻涨全是受到气温影响 据了解牛番茄产期有分秋冬做跟春夏季做 产地集中在中南部 无奈今年天气太热七八月份中午高温飙到三十五六度 导致牛番茄表面皱褶腐烂甚至不易结果 和今年二月种植的牛番茄相比 大小光泽真的差很多 牛番茄品质太差 连农民自己都不想吃 眼看将近三分地的果园全报销 农民当然叫苦连天 如今大颗牛番茄供货短缺 自住餐店考虑暂时停卖 改出其他配菜 民众想尝热腾腾好下饭的番茄炒蛋 恐怕得多跑几家或者再缓一缓 接着嘉义谈谈综合报道